社媒言論自由之戰 公務員屏蔽用戶恐違憲 口罩令或捲土重來 北加灣區看醫生須戴口罩 南加城縣買房炙手可熱 房價年增率全美第一 據初選只剩3個月 川普繼續領跑實力排名 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我們來關注 中二 美國最高法院就兩起案件展開討論 案件都是關於公職人員的私人社交媒體帳號 有沒有權利屏蔽其他用戶 被屏蔽的民眾認為 這剝奪了他們的言論自由 一起來看 美國最高法院多位法官 於週二就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 賦予民眾的言論自由展開了討論 原因是近期提交到最高法院的兩起案件 第一起案件是加州幾名家長在兩位公立學校 董事的私人推特臉書留言批評而被屏蔽 由於這兩位董事在私人帳號上發布許多官方內容 因此被法院判定學校董事的行為屬於政府行為 屏蔽家長是侵犯了言論自由 另一起案件是一位密西根州居民 因為不贊成當地城市經理的疫情措施 於是同樣在他的臉書上留言後被屏蔽 對於這起案件 法官認為城市經理的私人帳號與市府無關 因此判決他的行為沒有違憲 兩起相似的案件裁決卻大相徑庭 也令敗訴者心有不甘 並繼續上訴至美國最高法院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民眾的言論自由 限制政府行為但並不束縛個人行為 因此公務員在私人帳號上屏蔽別人 就需要法官裁定是否屬於國家行為 事實上前總統川普在任時 曾因為在推特上屏蔽用戶而被提高 但案件在他卸任後就不了了之 而這次再度引起違反言論自由風波的兩起案件 將有待最高法院在明年夏天作出裁決 新唐人電視台洛杉磯記者站綜合報導 加州在中共病毒疫情緩和之後 於去年初取消了口罩令 不過從週三起 加州許多縣規定 進入醫院等部分設施將必須佩戴口罩 北加州灣區的居民從本週三開始 在前往診所或醫院時必須佩戴口罩 報導指出 直到明年3月份流感季節結束前 部分醫院 專業護理機構等場所 都會實施口罩規定來限制流感 中共病毒等的傳播 其中 馬林縣和盛科拉拉縣 要求所有進入醫療機構的人都要戴口罩 另外 阿拉米達縣 圣馬雕縣 康特拉格斯塔縣和索諾馬縣 都要求醫護人員在病患護理區 配戴口罩 根據阿拉米達縣公共衛生部要求 在明年4月30日前 不論有沒有打疫苗 民眾都必須戴口罩 才能進入普通急症醫院 長期急症護理醫院 精神病醫院 透析中心和輸液中心 信唐電視台 洛杉磯集合站綜合報導 雖然房貸利率達到史無前例的高度 但有些地區的房產依然炙手可熱 根據最新數據 南加州安納罕大都會地區的房價 年漲幅全美最大 來看報導 根據房地產網站REFIN的研究 加州城縣的房價持續上漲 令許多人難以負擔 數據顯示 安納罕大都會地區的房價中位數 已經達到110萬美元 與去年同期相比上漲了14.2% 位居全美第一 約翰伯恩斯顧問公司的高級副總 華爾德分析 由於城縣中部地區正在建造大量連排別墅 市場價因此上漲 據統計 安納罕市的房價中位數為87.5萬美元 園林市為84萬美元 而爾灣市的房價最高 達到140萬美元 而在整個安納罕大都會地區 110萬美元的房子 每月貸款還款額約為7500美元 買家年收入需要達到30萬美元 才能負擔得起 與洛杉磯等地的情況相似 城縣部分地區的房屋庫存依然緊張 根據REFIN網站 安納罕市的新挂牌房屋數量 同比去年下降了12%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張博元綜合報導 美國2024大選共和黨初選 將在不到三個月後開啟 福克斯新聞週三公布了最新實力排行顯示 前總統川普依舊遙遙領先其他對手 自共和黨第二輪初選辯論後 一場突如其來的以哈戰爭 使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中東 而總統參選人對這場戰爭的態度 也成了選民關注的焦點 根據福克斯新聞的最新實力排名 曾被稱為是史上最挺以色列的 美國總統的川普 繼續鞏固其大幅領先的優勢 以59%的支持度高居領頭羊的位置 在上週的美國議長選舉中 川普也再次彰顯了 其在共和黨內的影響力 其反對的候選人 共和黨黨編湯姆·埃默 在被提名幾小時後就放棄了競選 而川普支持的麥克·约翰遜 則順利當選 佛州州長德桑蒂斯 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黑利 分別位於福克斯實力排行的 第二和第三名 在第三季度 德桑蒂斯仍展現出 不俗的吸金能力 共募得1,120萬美元資金 僅次於川普的2,450萬美元 得益於第二場辯論中的出色表現 黑利的選情近來呈上升勢頭 此外 前副總統彭斯退出競選 預計也會為政治理念相近的黑利 帶來助力 排在第四、第五和第六位的 分別是企業家拉馬斯·瓦米 前新澤西州州長克里斯蒂 和前南卡州參議員斯克特 三人的支持度均停留在各位數 其餘參選人 因為支持率太低 被福克斯實力排行列為局外人 下周第三場共和黨初選辯論 將在佛州邁阿密登場 目前已經有五位參選人宣布 獲得辯論資格 分別是德桑蒂斯 黑利 拉馬斯·瓦米 克里斯蒂和斯克特 川普則會再次缺席辯論 當晚將在佛州 單獨舉行競選活動 新台南電視台記者 金石綜合報導 下面來看今天的财经快報 自動數據處理公司ADP 周三發布的就業報告顯示 10月美國私營企業 新增就業11.3萬個 低於經濟學家的預期 報告稱 教育和衛生服務領域 增加了4萬5千個就業機會 其他顯著增長的領域 還包括貿易、運輸、金融活動 以及休閒和酒店業 美國人似乎正在對經濟前景失去信心 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的最新報告顯示 10月消費者信心指數為102.6 比1月前有所下降 連續第三個月呈下行趨勢 該聯合會指出 食品雜貨和汽油價格上漲 動盪的政治局勢 以及利率升高等因素 都是導致消費者信心下降的原因 華爾街日報周三演述知情人士的話稱 已提供辦公共享空間文明的 WeWork公司 最快將於下周申請破產 消息已出 該公司股價在盤前交易中暴跌了42% WeWork公司2010年在紐約成立 估值曾一度高達470億美元 而現在的市值僅為約1.21億美元 歡迎回來 中共官方聲稱 中國的醫療保險覆蓋率 已經達到13.6億人 超過總人口的95% 但該說法遭到民間普遍之疑 有中國大陸受訪者表示 中國老百姓普遍看不起病 中共推行的醫療保險 根本不是衛民保險 而是壓榨老百姓的一個騙局 中共官媒報導稱 官方最新數據顯示 截至目前 中國的基本醫療保險 已經覆蓋約13.6億人 覆蓋率超過中國總人口的95% 自己啊 也是考遺產手續 他家裡面的積蓄就要發關了 他那個醫療保險是他給你一個卡 他不給錢 是你得往那卡裡存錢 比如說住院10萬給你報銷5萬 其實原來沒參加醫療保險的時候 這種數就是萬會錢 現在漲價 漲到10萬 原來門長給報 現在門長不給報 然後住院保險它不是全報 公務員們選報 他們有額外的特權 瀋陽農村居民小李表示 周圍看不起病的人比比皆是 他們雖然買了所謂的醫療保險 卻仍然看不起病 廣西居民王先生表示 很多人得了大病也不敢去醫院看 高昂的醫療費用會讓他們的家庭一下子破產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趙鳳華、張丹霞、劉芳採訪報道 下面來看今天的兩岸掃描 中共前總理李克強去世後 位於安徽合肥洪星路的李克強故居 安徽定遠的李家老宅 都出現絡繹不絕送花的人流 11月1日 有消息傳出 因為安徽有超過300萬人悼念李克強 安徽省委因此遭到中共嚴厲批評 省委書記韓俊恐怕要下台 獨立學者吳祚來對此評論道 這樣的高壓與無底線勸述 因政治問題被免治最光榮 目前中共嚴控各地悼念李克強的活動 不召開追悼會 沒有智商委員會 前六四學生領袖唐伯俏敢言 李克強說 黃河長江不會倒流 他錯了 現在中共在打開歷史倒車 11月1日 濃濃的陰霾繼續籠罩中國首都北京 天氣預報提醒民眾能見度可能不足無視密 我們只是來這邊旅遊的嘛 然後沒想到恰巧這幾天就是霧霾那麼嚴重 我戴的口罩都快用完了 法新社的報道稱 北京的空氣質量一直處於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之外 暗示並不適合人類生存 除北京外 天津河北 山東 江蘇最近都有重度雾霾 中共2024年除夕不放假以來廣泛抱怨 網上盛傳除夕跟除夕發音相同 恰好今年是兔年交榜龍年 也就是推背土第43項預告的政變發生時間 黑兔奏入青龍雪 因此習近平害怕被暗殺 取消了除夕放假 歡迎回來 來自中國河南的外貿女企業家李乃琪 因在社交媒體上聲援民主自由被中共迫害 她批評 中共是一家治國 帶您瞭解 來自大陸河南省的外貿公司老闆李乃琪 於2001年起創建公司 年出口額曾達到2000到3000萬人民幣 2005年左右 她在歐美國家參加展會 偶然瞭解到法輪功真相 令她感到震撼 她於2009年註冊微博後 曾發帖聲援陳光誠 並發表一些自由言論 中共當局也因此多次封鎖她的微博 就是都是虛構的 很多虛構的東西 知道中共的造假 許多民主理念和六四學生運動等真相 也幫助她認清中共假惡鬥的邪惡本質 我就覺得首先她是造假 以假治國 然後沒有法治 因為她是權力之上 我感覺之前說的是什麼天子犯法 與數民同罪 那時候我感覺從來在中國就不存在這些 只要是有一定權力的 她都是高於法律的 她也痛批中共發動對法輪功的鎮壓 與活摘器官的殘忍暴行 政府應該是為人民服務吧 她喊叫的是為人民服務 但是我感覺她像一個流氓組織 黑幫 就幹的那些事兒 就只有他們才能幹出來那些毫無人性 就能做到那些非常的惡毒那些事情 我覺得這中共太邪惡了 真的太邪惡了 而且她能就是蒙蔽這麼多 就是十幾億人 表面上好話說起 背地裡壞事做絕的那種 非常的殘忍 然後我就覺得太可怕了 為了確保孩子能正常成長 不受中共洗腦 她特意將孩子安排來美留學 擁抱自由的生活 這個國家真的在共產黨就是這樣的治理下 我覺得就是沒有希望 就看不到希望 就覺得很絕望 我就覺得不能讓我的孩子 再一代一代的就重複我這樣的被洗腦 被蒙蔽 被侵害吧 就是以各種權力被侵害 我就想讓她最起碼就是到美國這樣的地方 就是能受到一個好的教育 有正常的教育 有人性的教育 下季她將分享因聲援香港被中共抓捕 清查資產 而罹患憂鬱症的故事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志誠 洛杉磯採訪報導 幾十年來 植物油一直被推崇為更健康的動物油替代品 然而植物油在高溫烹飪時更容易產生有害物質 因此 在購買食物油時 需要考慮健康的烹飪習慣 半個世紀以來 健康機構和專家推薦在烹飪中使用植物油 替代含飽和脂肪的動物油 因植物油可以降低血液膽固醇 從而起到保護心臟的作用 但一項研究證明 植物油在高溫烹飪下 因其多不飽和脂肪含量高 氧化過程加快時會產生致癌物 並導致炎症 試驗中 測試了多種食物油在加熱穩定到110攝氏度之後的表現 其中 動物油脂和黃油最為穩定 比如牛脂需要69個小時才會產生大量的氧化物 其次 富含飽和脂肪的椰子油和棕櫚油等也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性 隨後則是橄欖油 牛油果油和菜籽油 最不穩定的則是含有大量多不飽和脂肪的向日葵油和大豆油 隨著加熱溫度的升高 食用油氧化反應速度明顯加快 橄欖油的醃點則為193度 菜籽油大約為204度 而牛油則為250度 作為烹飪參考 專家建議低溫主食更健康 最新的美國心臟協會和美國人的飲食指南也推薦使用植物油烹飪 新唐人電視台實習記者初季 加拿大報導 歡迎回來 荷蘭著名的視覺大師I12 擅長在畫紙上打造不可能存在的世界 現在 他的生平畫作正在羅馬展出 一起去看看 一些永遠爬不到頂的樓梯 一條永遠留不到底的瀑布 無限的自循環 荷蘭錯覺大師I12通過幾何圖形的重複 變形 模糊了二維與三維世界的界線 創造出一個幻想的世界 在這裡 魚可以變成鳥 再變成立方體 成為屋頂 再細分成代表無限的宇宙 I12生於1898年 在平面視覺藝術領域擁有極大成就 羅馬波拿巴宮正在展出埃什爾生前留下的約300件作品 展現了他充滿想像和悖論的世界 那些建築和集合構圖乍看之下似乎完全合理 但經過仔細觀察 卻發現是不可能存在的 埃什爾對人類認知的獨特展現 使他的一些作品成為20世紀最具標誌性的畫作 埃什爾有機會可以解釋一下這些奇蹟 讓他們解釋一下實現 實際上不是像我們所見的 而是更加困難的 自從20世紀50年代起 埃什爾的知名度不斷提高 他的作品也不斷地運用到其他領域 給時裝設計 影視創作等帶去靈感 埃什爾的畫作將從10月31日開始 一直展出到2024年4月1日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周琦 綜合報導 感謝您收看 今日加州 再會 最新售人電視台跳到2024年am 還要女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